说到手机,HTC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推出之后话题不断 先是有人把它当成铁锤来敲 还有人用另外一款的被盖当成砂纸来磨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拍片者用手轻轻擦过之后刮痕全数消失 撇开这些神奇的画面,HTC的骨架最近不太理想 连续两天跌停所死,而8家的外资调降了目标价 让大家都在问,宏达电怎么了 开始了 拿起50元硬币,把手机贝壳当彩券一样 东呱呱,西呱呱,没想到却有令人意外的画面出现 有网友把HTC手机贝壳拿来与硬币做测试 结果发现手机贝壳竟然比硬币还要硬 不但毫发无伤,甚至换了10元与1元硬币 效果也是一样,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民众看到影片都直呼太夸张 不敢相信手机贝壳硬度竟然这么高 其实这款手机在上市前就曾经有过争议 原本官方公告要使用比较高档的S4处理器 却在台湾悄悄换成比较旧的S3处理器 引发网友不满 才刚上市促销的手机引来争议 业者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外资不但调降宏达电的投资平等 甚至连目标酱也跟着调降 最低到了230元 宏达电7号的股价开盘跌停到了378元 8号再下跌26元以352元作收 许多投资人都在问宏达电到底怎么了 这款新手机宣称是宏达电史上最佳的手机 但销售成绩能不能帮宏达电搬回一城 还要看消费者捧不捧场 中文新闻范继闻张静庭台北报道